你敢相信吗 乐坛中居然有一位隐藏的翻唱刺客 自己的歌怎么唱怎么火 其他歌手爱上后想要翻唱 可是怎么唱怎么不对外 虽然不至于人均差评 但是直言嫌弃的人也不在少数 其中林俊杰想来参与角都不行 更别说欧阳娜娜了 所以翻唱刺客毛不易的歌到底有多难唱 真的只有听懂故事的人才懂呢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而不亦原版的《像我这样的人》 唱的是小人物的艰辛平庸自嘲 跟一点不想承认自己平庸的自傲 而林俊杰翻唱版本的《像我这样的人》 听过一遍之后 直接被网友调侃为 《像我这样凡尔赛的人》 很显然林俊杰只盖得到歌词当中那句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所以哪怕是粉丝听到 也会忍不住调侃几句 毛不易的创作内核 它是完全没盖到啊 除此之外 同样没理解到歌词内核的 还有批歌中 《无焰冰组》的翻唱版本 《像我这样不单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世界上有多少人》 打说呢 除了歌词 刚好对应到了哥哥们的经历 其他的完全看不懂 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 维根杰蒂还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 唱不出这首歌里的苦 相比之下 刘宇宏的翻唱版本 反而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 《像我这样不独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世界上有多少人》 可能也是因为 他跟毛不易的经历有相同之处 这波狠狠共情了就是说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吗 不追不敢慢慢走回家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吗 不追不敢慢慢走回家 毛不易原版的平凡的一天 是很容易让普通人共情的 尤其是在压力如此之大的2023 这样平凡的一天 谁会不向往呢 而欧阳娜娜跟张元祺的翻唱版本 又有点TTV水准了 尤其是欧阳娜娜 唱得不好就算了 奇奇怪怪的唱腔 还油腻的很 如此看来 歌手这碗饭 真的不是谁都能知道 在梦不易所有被翻唱的歌曲当中 这首《东北民谣》算是成功力比较高的呢 尤其是《小沈阳》的版本 可能是因为同为东北人 所以《小沈阳》的翻唱十分具象化 画面感极强 难怪这波翻唱 好评率如此之高 这哪是故事感呀 这分明就是生命力呢 让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挤在心脏 心里想你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 传到痛了吞了忍了酸了不对别人想 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 起初胡彦斌跟盖合唱的《木马城市》 传上网时 好评率还是不错的 而一旦听过完整版之后 就再也不能只是这首歌了 他们总在问我 你还有梦想吗 我有 我的父母孩子爱人 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 对于我 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尤其是说唱那段 这哪唱的是梦马城市呢 分明就是乱世巨星叱咤风云呢 好听是好听啊 只是没那味儿了 视频最后 你还知道 乐团有谁也是凡唱刺客吗